与邓丽君同期出道,最红时结婚生子,66岁丧子。如今68岁的她活出最美模样。 下台奉17岁时因歌唱比赛出道,成为与邓丽君同期的女艺人,她一出道就成当时闪亮的一颗星,不仅受到许多人注意,还收到不少工作邀约,因此她立刻就跨足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《百万新娘》,同时演唱该剧的同名主题曲,立刻打开两岸三地知名度。 她的演艺人生一直都颇为顺遂,23岁时更是开启了获奖人生,一路拿奖拿到,演戏拿到手软,甚至还多次代表台湾到国外接受援手接近。 除了演艺事业,下台奉爱情方面也很得意。 25岁时,事业正红的她嫁给了当时同样当红的歌手邹森,颤下一子邹少官。 然而两人终究没有相伴到最后,38岁时,两人离婚了。 已经是淑女年纪的她决定放下爱情,独自到美国旅游散心疗伤,没想到却在旅途中遇到一辈子的伴侣。 台北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何浩天与书画界的泰斗舟建番的儿子何平南。 两人在朋友的聚会中认识,对方当时在美国交书,同样也刚从一段悲惨的婚姻走出来,两人一见如骨后进而发展为恋人,最后成为夫妻。 第一,下台凤也就着这段关系放弃了台湾的事业,搬到美国和伴侣定居纽约。 面对许多人对她的不解,她淡然说,我十几岁就进入了演艺圈,唱歌,演戏,主持节目,拍电影,所以我整个的生活,一直都是很忙,我心里渴望的就是一份安定。 遇到她之后,我就说我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生活,我需要有一个大伞照着我。 2003年,何平南实现了过去定定的养老计划,在上海买下了一间房子后定居。 于是下台凤再度复出,演出各种气质出众的贵妇角色。 看似已经稳定幸福的生活,却在66岁时发生重大变故,下台凤的独子邹少观因癌症过世了。 在儿子重病期间,下台凤推掉所有工作贴身陪伴儿子,但最终仍无法战胜病魔,留下了步入老年的母亲。 现在下台凤与老公相知相守,一起在上海过着豁达,淡然的灿烂生活,没有工作时就到处走走,体验人生,把自己打理得亮眼,不让过去的悲伤打击自己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